联邦法院七司今天一致裁定 槟城2012年由明年政府通过的反跳槽法令有效 当中的新条款符合宪法 联邦首席大法官东部麦文宣判 槟城州议会在州宪法加入的14A新条款合法合宪 这个条款阐明在某个政党旗帜下中选的议员 一旦退党或遭格除党籍就必须腾空一席 此外独立议员一旦加入某个政党也同样要腾空一席 一旦更换政党有关议员的议席将自动悬空 但有关议员可以重新在任何选举中上阵 不过这个反跳槽条文也阐明两种情况例外 第一政党被解散或撤销注册导致议员失去党籍 第二议员因为被选为州议会议长而退党